这里 这四季 我们就来列几公案 人间书宜 天闻若蕾 人间讲悄悄话 老天是天人听来 就像打蕾那么响 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天神他们心非常清净 他们心非常清净的时候 他们身上有这种神通感应 他们可以听得到 在德意古见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 在南京有几个人坐了一艘船要渡江 船到水中央的时候突然间爆风作雨 风雨很大 中流风作 忽然呢 在这个 船的上面呢 有一个人听到空中有声音传来的话 说黑额走 就讲三个字 黑额走 就是额头黑黑的那个人 叫黑额走黑额走 那这个 这几个里面呢 有一个人呢 额头是黑黑的 他就在那边想了 这个 空中怎么会有这种声音传来说黑额走黑额走呢 他想呢 这个空中传来这个话呢 大概是指我吧 这个 这个 暴风作雨 狂风巨浪 就是表示这个 这个 船会有危险啊 可能有翻覆之语啊 那是不是说 空中这个讲黑额走 就是老天要取我的命呢 他就说了 为何我要连累这些人呢 那 于是呢 他就自己跳水了 跳到水中去了 结果他跳下去没多久 那个船就翻覆了 上面的人全部都死掉了 那这个黑额走这个人呢 就 刚好 攀户到一块漂木 一块浮木呢 就游到岸边了 结果没有死掉 没有死掉 那 后来就 人家都觉得很奇怪呢 他问他说 你平常有什么修行啊 问起塑形说 你平常有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 黑额走就说了 我生平也没有什么善事可以记录啊 我也没有做什么善事啊 无善可记啊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 我每次想到 人生 人生的坏 就坏在一个贪质 人为什么会变坏 就是贪财嘛 贪财才会去抢劫嘛 才会去诈骗嘛 才会去霸占别人的财产嘛 才会去霸占别人的财产嘛 这造沙业就是贪吃啊 就贪美食啊 就要滋养这个色身啊 我们这边有一个企业家 非常有名的做酱油的 在几年前啊 这为了养生嘛 有钱人都怕死啊 为了养生有钱人都怕死嘛 那怎么办呢 就有些秘方啦 有些江湖叔叔就会讲这些秘方 哎呀吃什么补什么啦 他吃那个蝸牛肉最补 那个蝸牛肉 蝸牛啊 这早上起来少虫偏都会有嘛 尤其是下雨天 那个蝸牛后面一个硬壳 那个蝸牛都会伸出头来 在那边爬行 那么这个集团的企业家呢 他们一家好几口 父亲跟儿子 他们这些重要干部呢 就想要进补 就去吃了很多蝸牛 结果全部中毒都死掉了 当时轰动了整个台湾的新闻界 这什么 为什么要杀那个蝸牛 贪吃嘛 那为什么要贪吃 贪生怕死嘛 就想要活命啊 想要长寿啊 他不知道从阴地下手 不知道学颜了完先生 阿命与我做福自己求 佛家讲从阴地下手 想要财富要财布施 想要智慧聪明 要法布施 想要健康长寿 做无畏布施就好了嘛 你多去救济贫穷啊 做医药布施啊 对不对 有灾难来的时候 去送医药啊 像美国企业家 Microsoft 必要盖之 大家非常尊敬他 他虽然那么有钱 世界首富 他把他所赚的钱成立一个基金会 专门做什么 专门生产疫苗 预防疾病的疫苗 打疫苗可以防止疾病嘛 有钱人没有差啊 可是穷苦的地方 贫穷落后的地方 那他们就很苦了 为什么 没有钱又贫穷又生病 这是人生最苦了 贫穷又生病 又没有钱买药 吃饭都没有 哪里有钱买药 来治病 这是人生最悲惨的事情 就这种事情 必要盖子 专门做这个事情 你看他所做的那个电脑 软体 微软 全世界的啊 他生意赚全世界 他的布施也是全世界啊 这叫什么 虽然他没有写儒家的 可是没有写道家的 起之以受惠 用之以受惠 他这个精神叫什么 你不要看他没有谁佛啊 这比喉盖子是什么 比喉盖子是慈善家 他这个已经有落实出了什么 众生跟我是一体的啊 西宫法界一切众生 跟我是一体啊 你只要能够西宫法界 跟我是一体的 你的执着就越来越淡薄了 你的我执着就越来越淡薄了 你那个我贪我爱我撑我吃 就越来越淡薄 我最后断掉了 比喉盖子的这个疾病疫苗 都专门送到灰州 以及中南美那些最落后的地区人 去救救那些贫穷人家 贫苦人家 全部免费做这个疫苗 要赠送以及疫苗的这一种救急 所以这样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要长寿 你要健康你就必须要无畏布施 比喉盖之 这就是五味布施 你看我们佛门的供养里面 饮食医药 你看医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布施 看病福田第一 所以你贪财 就是变成当贪官 说说贿赂 你贪财就是当怯盗小偷 你贪吃就去杀生 你贪命就去杀生害命 都是一个贪字啊 那你贪赦呢 浑身碎骨 妻离子散 死无葬生之地 射至头上一把刀 最后的下场都很惨 所以你看这个人啊 他没有读什么圣贤书 可是他有做人的基本道义 还有人格 所以老和尚说古代的人 他们从小就有杂根教育 他们虽然说也会起恶恋 但是他们不敢做坏事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圣贤教育的杂根 有妄想 但是不敢去行动 所以以前的社会 大家都可以和睦相识 患罪力 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 这么恶化 就是一个贪资 所以贪财 变贪官 贪贪 变成了上司生命 贪生怕死 其害悟命 自己也短命多病 贪赦 其离子散 最后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以都是一个贪资 所以有贪资才会起恋头 才会起妄恋 那么这个黑儿子 一想到他自己有贪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关照 他马上便你数字压制 什么叫数 这个数呢 我们用中国 这个收文解字来去解释 这个字 上面一个如 下面一个心 几手不易勿施以人 这个数字 你要想一想 你把他害死 如果别人把你害死呢 这将心比心 就是如心 如心 如心就是将心比心的时候 就不敢贪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他每一次想到贪的时候 他就用一个将心比心 用一个数字 把自己这个贪念压下来 不敢做便宜的事情 你看最后 他救他自己的命 这个黑儿子最后救自己的命 为什么 因为他有德行 你不要看他这个字很简单 他想到贪 他就用一个数字压制 这也是一个忏悔法门 这也是一个对峙方法 所以我们佛法度众生有四个悉坛 佛度众生有四个悉坛 第一个世界悉坛 布施啊 有得到财富啊 参加法会可以法喜充满啊 想要健康尝试可以去放生啊 世界悉坛 你要的都给你 等到你开始布施以后呢 开始学佛以后 进了佛门以后 威人西坛 啊 师父临近门修行在个人 欸 开始选择一个 一直一个法门开始去修 威人西坛 各个威人西坛 再来对峙西坛 修行悦久啊 慢慢知道这个毛病西坛在哪里 用什么方法去对峙 把那个毛病西坛改掉 断肉修缮 转迷为悟 写袁良环先生改过 这个叫对峙西坛 到最后破执着破分别 再破根本无名 正法身 最后呢 什么 最后入第一地西坛 入第一地西坛 这四西坛 所以他这个呢 想到人生坏 一个贪置呢 他就用将心比心把它压掉 这叫什么 这已经进入对峙西坛了 这个黑鹅子已经进入对峙西坛了 好 他只是听到空中有声音而已 他就跳到水里面去 所以他平常 他平常在想到这个贪置的时候 他用将心比心数字把它压下来的时候 天人有没有在听 天人有在听啊 所以天人都记录下来 这四过之神已经把它记录下来 这是人间施以天文若脸